你還在使用這亮的不像話白色模式的Rawba Studio嗎? 這是給Noob在用的 今天這部影片我會教你怎麼開啟你Rawba Studio的暗黑模式 同時也會教你怎麼去改腳本裡的文字顏色 那你就算才剛開始製作Rawba Studio都能像個真正的Pro一樣 那麼話不多說我們就正式開始吧 如果你是剛開始使用Rawba Studio或是比較舊的版本的話 應該會是這個閃光彈的畫面 到處都白白亮亮的 要修改成我其他影片那樣的暗黑模式 只要在開啟Rawba Studio之後 按左上角的file 點擊Studio Settings 看到這個小視窗 我們在上面的Search搜尋欄 打上SIM E-H-E-N-E 也就是主題的意思 我們將原本的這個Light 或者是Default呢 改為Dark這個選項 用了讓你的Rawba Studio變成暗黑模式了 我個人不管用什麼東西 都比較習慣這種暗暗的開發環境 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OK 那麼接下來我想要修改寫腳本的時候 這些程式的字體顏色 我建議你先開啟一個你已經有寫了一些程式的腳本畫面 來對照著看 我們點擊上方的file 點擊Studio Settings 然後看到這個小視窗 接著我們選擇小視窗左邊的script editor 我們把視窗拉到下面 你就能夠看到這些有著一堆顏色的選項 分別都對應呢 你會在腳本裡面寫的一些保留字的顏色 你可以去修改裡面的顏色 然後對照著你的腳本看 你喜不喜歡這個顏色 最主要還是你看得舒服最重要 因為我們在開發Rawba遊戲的時候 會有很多時間跟腳本和程式碼打交道 建議你不要選一些太過亮的顏色 不然眼睛會看得很辛苦 我會在這部影片的後面呢 貼上我這裡每一個選項的顏色設定 如果你喜歡我的設定的話 要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既然我們都提到了腳本的顏色設定 那我在這邊再補充一點點 能讓你寫程式更舒服的一些小設定 同樣可以在這個小視窗的script editor 最上面呢找到font字型的設定 我這邊呢都是用預設的 不過如果你覺得你腳本裡面的文字有點太小 或者是不太喜歡那個字型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邊做修改 不過我更嘗試會這樣子做 我們關閉這個小視窗 如果你覺得你腳本裡面的文字呢 有點太小或者是太大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腳本裡面按住Ctrl 然後滾動你的滑鼠滾輪 或是你同樣按住Ctrl 然後加上你鍵盤上那個倒退Backspace 旁邊的加號或減號 這樣呢同樣可以暫時調整你腳本裡面的文字大小 你下次開啟ROLOBA Studio的時候 這個文字大小就會重新變回原本的設定了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這種影片類型呢算是一種新的嘗試 因為要在一個禮拜出兩支教學影片實在是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有可能每個禮拜呢 除了一支教學影片以外 會再有一支這種大家常問 然後我影片腳本和剪輯 可以快速產出來的影片給大家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呢 當然我們的教學影片還是會正常上傳啦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也別忘了幫這部影片按讚並且訂閱這個頻道喔 需要我腳本顏色設定的先別急著把影片關掉喔 那麼這裡是克拉克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